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楼莲通讯》 《楼莲通讯》新年快到了 不少人都会带很多理事出街派理事 不过这么多现金很容易成为差异的目标 没错Abby 今年属后的朋友除了犯太岁之外 亦都有劫杀和狡猾性的影响 这两个星如果对于你来说是走南边的话 亦容易成为带同目标 而另外一方面 今年也有匹马星的影响 匹马星是对于家庭成员方面 有健康上的问题 但好的地方就是 今年有天德和福星 有个比较大吉星 而另外有法座和玉堂 对于事业和情绪上有正面的帮助 大悉只是如此 今年逆而出外的时候 都不可以掉以轻心 对啦 王Sir 除了熟猴的朋友之外 听闻今年熟猪的朋友都犯太岁 那他们需要有什么注意呢? 没错是Abby 今年熟猪的朋友同样都是犯太岁 而今年亦都受劫风和血运的影响 所以如果他们今年出门口 去向西边走的话 都容易有受伤或被劫的情况 而好的地方就是 今年都受睡假和天假的帮助 代表容易得到贵人前辈或上司的帮助 所以除了在健康上容易出问题之外 整体来说运钱都是不错的 那今年有哪个生肖容易发生交通意外呢? 在2019年2月4日上午11点14分 就已经踏入了株连 而受白虎和阳引星的影响 今年熟羊的朋友容易在交通上 或者其他方面产生突发性的意外 而另外受天哭星的影响 今年个人情绪比较低落 而天雄星容易朝夜五回 同时今年只有一颗华盖星 对于工作上有正面的帮助 所以在这里赋予熟羊的驾车人士 今年要小心驾车 和不要走后驾驶 那今年还有没有其他生肖的人士 是需要有特别的留意的呢? 今年熟牛的朋友 其实通声来说都特别多 而当中有疏门和悦煞 对于家庭女性成员来说 健康上都容易出现问题 而另一方面 非念和炮美 发表就是个人容易招议是非 或者对别人的评价仅于怀 而最后只有一颗唐扶星 对它有正面的帮助 但这颗星是先难后二 需要自己个人的努力 经过重重难关 才能够得到想要的结果 和想要的报酬 最后如果想重温猪年生肖运程 可以快点去am730.com.hk 我们下年再见 拜拜